從2020年年初開始,勞工署及入境署推行多項措施協助外傭 及其僱主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包括容許僱主延長其即將離任外傭的現行合約有效期限最多三個月 以及進一步延長外傭延後返回原居地的特別安排 一般而言,外傭可在其僱主同意下申請延後一年返回原居地 在疫情下,如外傭在該首次一年延後期內仍未能返回原居地 可再向入境署申請進一步延長逗留期限,直接合約完結財返回原居地 如新聘請的外傭受疫情影響暫時未能來港 或現任外傭未能返回原居地,僱主可採取上層的特別安排 讓其現任外傭繼續留港照顧家庭 上層特別安排是須得到僱傭雙方同意